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年代 好像和一个陌生人熟食只要几分钟 几个聊天 几个饭局 就连刚认识的人 连对方性格都还不清楚就可以表白 快餐式的朋友 快餐式的感情 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年少时我们所交往的好友 很多都是一见如故 彼此就像高山流水玉知音一般 很快便发展为掏心掏肺的亲密挚友 但往往没过多久 两人就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开始颇有怨言 接着又会为了某个莫名其妙的原因 开始互不理睬 最后甚至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 究其原因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熟得太快 走得太近 就像一个好的故事 需要层层递进 一个好的音乐 需要富有节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也是这个道理 谁满则易 悦满则亏 操之过急 往往只会让人心生嫌隙 最终导致感情决裂 交浅延伸 注定是一场灾难 作家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里 曾提到过这样一段话 在英国人的为人处事 言谈笑语当中 最忌讳的就是过分认真的交流 所以无论在什么社交场合 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从不深谈 任何严肃认真的话题 尤其是对于那些相识不久 交情尚浅的人来说 彼此还都处于相互熟悉探索的阶段 没必要一上来就刨根问底 或全盘拖出 至于那些深刻的人生观 世界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今后的相处过程中 你自然会有所了解 相反 如果你们一开始 就成为了畅谈人生哲理的知己 大多数情况下 你则根本无法预测 对方会在背地里如何描述你的为人 或做出怎样一番违背约定的事 著名编剧马维都曾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出入职场女员工 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好闺蜜 她像是遇到亲人一般 无话不说 无论是个人隐私 还是自己对公司里每个人的看法 统统都说了一遍 结果没过多久 她与这位好闺蜜的感情 便产生了裂痕 而那些昔日的闺房秘语 最后却变成了 他们互相泼脏水的好武器 正如作家劳伦·奥利弗所说 完全看错一个人 是多么容易啊 只看见他们的一小部分 就误解为全部 一想到这儿就全身发抖 所谓相见恨晚 不过是掺杂了自己想象的完美 所以与人相处 切莫交钱延伸 始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才能不辜负他人 亦不伤害自己 人情似纸张张伯 世事如棋局局星 在知乎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刚认识就很热情的人 往往都带有目的 那些十倍速亲近你的人 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十倍速离开你 人情似纸薄 世事如其心 你永远都无法想象 一个人的心变得到底有多快 作家张爱玲在大学时期 曾有一位同窗好友 名叫闫英 闫英为人爽朗 热情如火 张爱玲极为欣赏 两人在相识不久后 便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 在张爱玲早期的作品里 闫英的名字曾多次出现 字里行间的赞美之意 也不言而喻 为此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 《闫英语录》 那时他们两人形影不离 行身四海 张爱玲曾一度感慨到 在这个世界上 闫英是无法替代的 后来随着世事的动荡与变迁 经历过颠沛流离的张爱玲 前来投靠闫英 当她再次见到闫英时 却意外地发现 那个曾几何时 给自己带来诸多欢笑与趣味的知己 竟变成了一个浅薄虚荣的女人 面对张爱玲的落魄 颜英总是夸夸其谈 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 可是回想当初 颜英分明是仰仗着张爱玲的风光 才结交了众多名人 时至今日 张爱玲遭遇失忆 颜英却总是摆一副高姿态 这般模样着实让人受伤 恰如作家莫言所说 一时的虚情假意 也能陶醉人 但终会留下糖色的痛 敷衍的伤 有的人注定是来给我们上课的 世间冷暖 人情凉薄 不要以为熟得很快 就是灵魂伴侣 短暂的感觉 永远是虚幻的 唯有长久的磨合 才能与你 共度坎坷和荣光 慢一点的关系 更长久 曾经听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人向大师请教 什么样的关系 才最长久 大师指了指院子里的花丛说道 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 它需要土壤 你就提供好的土壤 当它开始萌芽时 它需要更多水分 你就浇灌足够的水分 当它开花时 你只需要适当修剪 为它除虫即可 到什么阶段 就做什么事 急于求成 反而只会适得其反 正所谓 饭为煮熟 不能望自已开 但为敷诚 不能望自已酌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亦是如此 从点头之交的寒暄 到坦诚相待的真诚 都要经过一番酝酿沉淀 和耐心等待 1932年的春天 文学家钱仲书 与妻子杨将在清华大学里 偶然相识 两人初次相见 便一见清新 相谈甚欢 双方都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 可是从那之后 他们并没有心急于 感情的发展 而是采用最传统的方式 来联络感情 红艳传书 俯师传情 就这样 在你来我往的通信过程中 两人不慌不忙地了解 熟悉着对方的一切 在结婚之后 他们又携手 慢慢走完了一辈子 成为了无数人 心目中最羡慕的神仙眷侣 诗人沐昕在《从前漫》里写道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人 一段细水长流的感情 犹如品一杯好茶 淡而不色 清香淡不扑鼻 就这样缓缓飘来 又让人回味无穷 脚步放慢 情感放缓 经得起岁月推敲 耐得住时光流转 多给彼此一点时间与空间 才会有更多的来日方长 很喜欢电影《春娇与志明》里的一句台词 我们又不赶时间 有些事情不必一夜就做完 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 看过了身边的来来往往 才真正明白 乍见之欢的激情热疹 终究抵不过久处不厌的陪伴与长情 时光且长 不如让一切都慢下来 用心去经营一段感情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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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